为凝聚吕泰侨胞的向心力 泰国台湾会馆举行两年一度的台湾乡亲运动会 今年一共有1500位侨胞参加 开幕时为了缅怀已故泰王普美鹏 侨胞还特别手持他的一向进场 台商们展现高度活力 在大队接力 拔河 袋鼠跳等竞赛 尽力争取胜利 专程福台加油打气的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致此时表示 很荣幸来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台商运动会 也从台商坚定支持政府新南向政策中 感到他们对台湾有很深的情感 自从520之后 我担任乔委会的委员长 第一次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荣幸应我们台湾会馆的邀请 来参加这样的运动会 我感谢我们所有台湾的乡亲 无独有偶南韩水源中镇华侨小学 近日欢庆七十周年校庆 学童表演醒诗 话剧 还有闲乐表演场面相当热闹文心 我国庄男孩副代表陈隆景应邀出席 他表示从学童的活力中看到华侨小学的希望 汉城华侨协会会长也以协会名义捐赠1000万韩元 约合新台币27万赞助水源华侨小学校舍增监落成